亲爱的你,今天来为大家分享的是 永远不要过二手的生活 一起来听 我一直过的都是一种二手生活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 他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 我愣了几秒 才醒悟过来他在说什么 年轻的时候他本来想画画 家人说没出息 他就没再画 后来想写作 朋友说没前途 他就不写了 结婚,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人 嫁给了一个父母满意的对象 婚后十年 面对爱挑剔的丈夫 喘不过气的生活 他选择了忍耐 一是为孩子 二是为冷 不让人议论 朋友的经历 让我想起了廖一梅在 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中 就曾提到一个二手生活的概念 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 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 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 过约定俗成的生活 我把这叫做二手生活 二手的人生 思想是别人的观点 生活是别人的模仿 情感 是别人的意见 仔细想想 身边很多人 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 过上了二手生活 高考后选专业 别人说 你感兴趣的专业不好找工作啊 于是你选了 并不喜欢的热门专业 大学毕业 你想出去闯荡 但父母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于是你去考编制 二十五岁 亲戚说 再不结婚就晚了 然后你开始频繁去相亲 三十五岁 你的重心全移到家庭上 生活里只有家长里短 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好像一直都在复制别人的人生 再挥手 扶身过半 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那么终其一生 你都在过二手的生活 作家苏晴说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评头论足 只是无聊人的消遣 何必看得如临大敌 如果你不吃别人家的饭 就别太把别人的话 放在心上 嘴巴是别人的 人生是自己的 不要让别人的看法 决定你的人生 我们不妨做一个选择题 一颗痣 一个未来 二选一 你会选谁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 但 超模辛迪 选择了前者 辛迪在十六岁的时候 长相甜美 身材高挑出众 却因唇边长了一颗大黑痣 吃了不少闭门羹 经纪人把她推荐给了很多广告公司 都被拒绝了 后来呢 终于有客户愿意用它 但要求 你给我把这颗痣拿下来 辛迪不愿取救 当即就回复说 对不起 我就是不拿 她再次失去一个机会 但几年后 她终于被人赏识成了天后级的模特 那颗痣也成了她专属的美 所以说何苦活在别人的二手经验里 何不自己去印证 你想走的人生 小说《无声告白》中 女孩丽迪亚 一直痛苦地活在父母的双重期待里 丽迪亚的父亲不是美国本地人 她毕生的梦想是 融入美国 让自己变得和群 丽迪亚的母亲 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却因为怀孕中断学业 早早结婚生子 他们把各自的梦想 倾注到丽迪亚身上 父亲经常催促她 给不熟悉的朋友打电话 约他们看电影 强迫她去参加舞会 母亲呢 在每次都送她各种 又厚又难读的书 像人体解剖学 彩色图籍 著名的科学女性等等 丽迪亚也用尽全力迎合父母的期待 她努力与同学搞好关系 即使她喜欢读生 她努力做完母亲布置的所有作业 其实她根本不想当医生 但这样拼命努力的结果是 她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只是父母的影子 尼采曾经说过 不能听命于自己者 就要受命于他人 人的一生应该是由自己掌控的 别让条条框框 禁锢你的人生 也别在他人的认可和期待中 浪费时光和生命 心理学上有个词 叫橱窗人 大义是讲有一种人 他们穿时尚衣服 去高档餐厅 都是向别人展示自己 可是最终 他们却丢掉了自己 成了看似完美的橱窗人 你若一心活给别人看 那哪怕世界再大 也难有你的容身之处 因为时时皆有他人之目光 你若选择为自己而活 那就算力量再小 也有大放光彩的一天 因为处处都是自己的微光 话剧演员王德顺 曾在沈阳话剧团表演了二十多年 可以说事业有成 生活美满 但他却要辞职 到更大的舞台展现他的艺术梦想 好友听后啊 抓住他的衣服 你傻了吧 你都五十了 再过十年你就退休 有退休金 有保险还有工资 后半辈子不愁了 王德顺根本不听劝 他放弃了编制和一切福利 成了北漂一族 质疑的声音依然伴随着他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出来受罪 尽瞎折腾 安享晚年不好吗 王德顺不为所动 七十九岁时 他成了棉衣时装秀的模特 八十五岁时 他学会了开飞机圆梦蓝天 有句话说 我们总在不经意间被他人的想法左右 经历过才发现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这世间有太多人小心翼翼 一生活在了别人的定义里 但你的人生 无需按常理出牌 也无需被他人定义 畅相书作家李尚龙 出生于军人世家 在父母的期望中 他考取了军校 但开学后 他发现 自己的梦想与军校格格不入 一度陷入深深的痛苦 他常常问自己 一定要和别人一样吗 于是 他不顾父母和周围人的反对 苦学英语 成为新东方的老师 一年后就做到 新东方最受欢迎的老师 当别人都以为 他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时 他又攻克下一个山头 成为畅销书作家 他说很庆幸自己有勇气 一次次选择离开 转变赛道 做不一样的自己 特别喜欢 没那么简单中的一句歌词 别人说的话 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决定 有时候 我们会被别人说的话影响 把自己的人生的掌控权 轻易交出去 但总有人笑着听听别人说的话 然后用实力证明 他们是错的 有人问瓦尔德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瓦尔德答道 太多人 活得不像自己 人生没有固定的模板 更不能生搬硬套 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二手的 所以 迷茫时 焦虑时 不妨问一问自己 此时此刻 这个我在哪里 是在别人的模板里 还是在 自己的 想要里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